澎湖在昨天下午兩點多 下起了午後雷震雨 雷電交加將近一個小時 在西雨就有民宅被雷電給擊中 讓民眾受了不小的驚嚇 好 因為雷吉除了燈管受損 電話也斷線 碎片彈進了客廳 才被獨居的屋主發現 隔壁民宅更誇張 這客廳的天花板 因為雷吉貫穿屋頂出現一個凹洞 磁磚碎片四散在地上 就連屋檐也因為雷吉缺了一腳 屋主是一名退休人士 幸好發生當下他不在客廳沒有受傷 氣象戰也提醒民眾 雷電出現時應該避免使用手機 避免因為電器導電而受傷